欢迎收看台湾最前线 我是雪荣江 俄军全面进犯乌克兰进入第六天 尽管俄乌两国昨天进行谈判 但一如外界预料没有结果 还要进行第二轮的谈判 不过俄罗斯真有要谈吗 还是久攻不下恼羞成怒呢 因为强大的俄罗斯军队 怎么会攻不下乌克兰呢 这普廷的面子往哪里摆 那现在俄军被发现 开往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车队 长达64公里 显然是派更多的军队 而且持续轰炸乌克兰首都基辅 以及第二大城哈尔科夫 还有南部的城市 甚至传出俄军使用国际公约 禁用的真空弹与极数炸弹 这种炸弹杀伤力惊人 普廷疯了吗 表面上说没有针对平民 却是轰炸住宅区 英国的媒体还报道 普廷雇佣400名杀手 要暗杀乌克兰总统 与23名官员 闪电阵受挫的普廷 变成不择手段的困兽吗 那现在让普廷颜面尽失的 就是俄军的士兵 还有指挥官被俘虏 年轻士兵被骗上战场 打电话回家哭诉 说是演习 结果是跑去乌克兰打仗 那爸妈全被蒙在鼓里 还有上百辆的俄军装甲车 全被歼灭 看起来俄军没有想象中强嘛 那乌克兰的战力 也没有想象中弱啊 而且乌克兰军方大打心战 喊话俄军放下武器 就有百万奖金哦 还建立俄军的战俘资讯网 不管生还是死 俄罗斯的家长 你如果担心孩子的安危呢 就可以上网查询 累计乌克兰已经歼灭了 5300名俄军 一连串的资讯战 让俄罗斯居于下风 也让全世界对乌克兰刮目相看 更对泽连斯基总统的表现 竖起大拇指哦 成为全球的英雄 欧美各国纷纷援助乌克兰 而俄罗斯成为各国抵制的对象 除了经济制裁 连永久中立国瑞士 都放弃中立加入制裁的行列 冻结普天的资产 以及5名俄罗斯金融大亨在内 共300多人在瑞士银行的账户 俄罗斯成为全球公敌 被全世界排挤孤立 中国看在眼里 做何感想呢 还想学俄罗斯出兵台湾吗 而在全球关注俄乌战斗的时候 美国总统拜登派特使团访台 这是传达什么讯息呢 而国民党希望蔡政府 安排跟美方见面 但是国民党对恶务战争 是什么立场呢 是站在独裁者的那一方吗 最新继续发展 今天我们之中都有深入分析 现在好来宾 首先是民进党立委 庄瑞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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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将好 大家好 再次国民党 新北市议员叶元芝 中将好 大家好 私人媒体员陈敏凤 大家好 私人媒体员王瑞德 中将好 大家好 好 先来关心 乌克兰跟俄罗斯展开谈判 但俄军没有攻击腰 没有停止攻击 首都基辅 以及第二大臣哈尔克夫 持续遭到炮击 炮弹直接落在住宅区 造成惨重的伤亡 驻美的乌国大使指出 俄军使用了日内瓦公约禁用 伤害性极大的真空弹 炮弹竟然就落在自己家门前 乌克兰第二大臣哈尔克夫28号 再次遭到俄军炮击 只是这一回 炮弹仿佛是直接对准了住宅区 造成的伤亡更加惨重 不过尽管被轰 乌克兰依旧顽强抵抗 死守家园 就在进入哈尔克夫市中心 北边的郊区 埋伏的乌军就成功 拦截挡下了入侵的俄军车队 与此同时 首都基辅也响起了空袭警报 而28号乌克兰驻美国大使也指控 俄军违反日内瓦公约 使用了伤害更大的真空弹 或说是空爆燃烧弹 但他也坚称乌克兰绝不投降 美国的亲自也显示 俄罗斯补给车队在基辅 北方面延根本不止先前爆的五公里长 而是足足达64公里 而之前聚集在乌国边境的俄军 已经有近七成半进入了乌国境内 美国国防部官员也预计 接下来俄军可能会包围基辅 而且也会因为进度落后 攻击更具侵略性 两军交战势必更激烈 好乌克兰成功抵挡俄军的第一轮攻击 现在战争进行到第六天 现在俄军是攻不下恼羞成怒吗 因为卫星都拍到俄军的车队 已经加倍长达了64公里 这样子算下来 俄军是派出了几十万大军 要进攻乌克兰吗 那昨天所进行的谈判 到底是谈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现在了解我们看到 俄罗斯所提出的三点要求 包括要求乌克兰要非军事化 第二点就是承认俄国 对克里米亚的主权 再来就是要非纳粹化 这三点的要求合理吗 还是完全的不合理 要人家放下武器投降呢 那我们看到在乌克兰方面 他们也提出三点要求 第一个就是俄罗斯要马上停火 然后俄军要撤出 再来就是希望能够申请加入欧盟 所以最新的情况要请教宽哥了 现在俄罗斯所希望谈判 到底是谈真的还是谈假的呢 因为看起来是边打边谈吗 共产党有边谈边打的习惯 但第一轮叫价都会叫非常非常高 为什么呢 后面彼此之间再来做磋商 但这次先跟各位说 现在特朗普莲修的是普丁 先说发生什么事 过去七十年以来 俄罗斯的战争 每一次出去 三天之内吹孤拉朽 陆军出去快速回来 各位他们没输过 他们怎么想都没有想过 怎么会陷入现在这样的一个处境 但我们中国兵书有言 自古说交兵必败 对于普丁来说 哎呀这场战争太简单了嘛 我们强大的一个陆军过去 吹孤拉朽完全如入无人之地 三天就能够打下来 然后呢美国的情报 英国的情报 法国的情报 德国的情报 大概只能挡三天 可是各位 现在第几天了 第六天 而且现在对于普丁来说 最难过的事情是什么呢 现在最难过的状况是 宛如鱼刺卡在喉咙一样 吐不出来 吞不下去 完全卡住了 而这次最糟糕的地方是什么呢 这次最糟糕的地方是在于 完全误判 各位先来说误判了什么 这次第一个普丁完全失算 他们的军队严重的训练不足 他们的油料也没有代购 而他们现在三网惨重 再加上国际的一个制裁 一个一个来谈 现在谈第一件事情 本来俄国最强势的叫做战车 他们目前出动的战车 叫T-72战车 T-90战车 每一台都是12缸柴油引擎 哇速度很快 火力很强对不对 可是现在冰在容 所以他就只能够走道路 他在走道路的时候呢 过去的强大的整个坦克车 是排成一列 大家一起往前走 各位强大的一个气势嘛 那现在呢 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很奇怪 这件事情是 所有的战车是排成直线状 宛如行军 那宛如行军呢 先来说 目前乌克兰冰天雪地哦 冰天雪地 这些8500cc 12缸引擎的战车 在整个地图上 美国有说他不参战 但美国没有说他不看啊 美国没有说他不提供情知啊 全球鹰每天都在飞 卫星图每天都在看 各位去想 零下的温度 热气排出来 在整个红外线探测之下 每一台战车的来龙去脉 全部都知道 那全部都知道呢 因为他是急行军 往前走 对不对 惨了 发生什么事呢 第一台先用路障打下来 打下来之后 各位很多那种三角追 对不对 进去之后 能用标枪飞弹打就打 没有办法用标枪飞弹呢 用汽油弹先打掉 打掉之后 前面第一台 各位堵住了 后面整台塞车 整排塞车完之后 最后一台到两台 再打下来 各位整锅端 你再强大的坦克车 发现英雄无用武之地啊 这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 昨天英国媒体 发布一件事情 那我觉得超级怪异 你知道俄罗斯 现在在争什么吗 争医疗人员 你居然出国去打仗哦 出国去打仗 你带了兵 带了料 然后呢 你没有带医疗人员 后来发现 他居然还有带火葬车 他有带火葬车 没有带医疗人员 我先问各位 他有没有想过说 万一这些士兵 需要医疗该要怎么办 他不知道啊 所以现在发生一件 非常困窘的事情 俄罗斯打阿富汗战争 打了九年哦 死亡人数是一千人 现在打这场乌克兰战争 才打第六天而已哦 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五千了 怎么办 不知道怎么办 然后军队呢 好多的军队 我怎么会在这边 打电话回家给妈妈 你怎么会在乌克兰 我们只是演习啊 怎么会春晚间过来呢 所以训练不足 油料呢 油料严重不够 油料不够 不够到什么状况 你知道吗 好多的战车 各位前面打完 后面打完 困在中间的 对不对 不能熄火啊 你熄火了 我转台不能动 万一有敌人来攻击 怎么办 油全部耗光 所以变成怎么样呢 补给也不够 那目前呢 普丁他就口气跳墙哦 他这一波一直喊说 要用核弹 但各位 如果真的用了核弹 会违反战争罪 违反人类罪 会直接会被踢出联合国 然后呢 普丁后面要接受军事制裁 他现在跟你用真空弹 跟你用在整个所谓的一个法律边缘 什么叫真空弹呢 我炸下去完之后 这一带的空间 空气全部烧完 空气全部烧完之后 会产生非常大的一个伤害 那这次呢 先来说 为什么这次乌克兰挡得住呢 两件事 第一个 乌克兰目前团结抗扼 这第一点很重要 第二个 欧洲的援助 源源不绝 欧洲人突然间发现了 我如果没有把普丁把俄罗斯挡住的话 今天是乌克兰 明天会是波兰 后天会是芬兰 这个该要怎么办呢 所以呢 昨天丹麦已经说了 他们目前乌克兰在组国际反抗军 各国欧洲的人可以来参加 目前很多国家都说好了 连瑞士都气到说 他放弃中立 他要加入制裁 整个俄罗斯来到现在 进退不得 而对普丁来说 现在最担心的是 他会不会狗急跳墙 对 现在对普丁来讲 会不会因为久攻不下 所以开始恼羞成怒 所以开始派越多的兵进入乌克兰 所以绵延64公里这样一个车队 是什么样的概念呢 来瑞士哥 现在普丁到底是打算怎么样 派更多军队进入吗 同时我们看到是边打边谈吗 我们看到他们对基辅 他们的首都持续的轰炸 这个传出爆炸声响 再来第二大臣死死遍地 那这个泽伦斯基总统都说 你这普丁是犯了战争罪 因为第二大臣没有军事设施 竟然是狂轰民宅 事实上呢 俄罗斯这个普丁啊 会入侵这个乌克兰呢 已经震惊了全世界 而乌克兰竟然可以抵抗到现在 我们节目播出的同时 已经是第六天了 也是震惊了全世界 我告诉各位 只要乌克兰能撑十天 这场战争不管结果如何 乌克兰已经赢了 俄罗斯已经输了 他的战力跟他的总体的兵力呢 事实上是乌克兰的十倍 那么刚刚这个敏宽说得非常好 以俄罗斯的军事实力 事实上拿下乌克兰不是困难的事 他犯了一个兵家最忌讳的交兵必败 他太骄傲了 他出动了不是他最精锐的部队 不是他最重型的部队 也不是那么最好的武器 比如说他的飞机 他的战机也不是把最精锐的全部用上来 那么事实上呢 太小看乌克兰 不过乌克兰的总统 虽然这个等于说 他自己表现得可圈可顶 但是真正表现更棒的 更坚强的更坚定的 其实是乌克兰的人民 因为他们勇敢的拿起所有的武器 所以今天才能够把入侵 那么基辅跟哈尔克夫 第一跟第二大成的这个敌军给集出去 那么这场谈判第一阶段 事实上是假的 只是接触而已 先提出这个谈判的人 竟然是战胜的 就是入侵的这个所谓的俄罗斯 那这场战机当打下去的结果 其实受伤最重要的 我们看武器小说里面有个欺伤权 受伤最可怜的当然是乌克兰 但俄罗斯欺伤权打中自己 你看我问你 他现在遭遇到全世界的制裁 普丁一年的薪水跟所有的收入 全部加起来不到新台币四五百万 他在全世界藏有七兆的资产 昨天晚上连瑞士都号称 放弃永久中立国 制裁 你知道吗 我请问你瑞士银行里面 有多少普丁跟他相关 在乌阿傀儡的财产在里面 所以呢 他的影响非常大 卢布已经大扁30% 再加上现在干脆俄罗斯的股票 跌了二分之一以上 现在干脆停市了 你知道 再继续打下去的结果 那么俄罗斯的经济体很小 他是军事大国 确实经济小国 所以继续打下去的结果 普丁会面临到狗急跳墙 他如果万一会影响到 他自己本身的这个 等于说 他的身序群王的话 你小心他真的会丢 战术型小型的核弹 不是不可能的 真的会狗急跳墙 如果继续他打不下来的话 如果有A级他自己 为了他个人的职位跟脸面 到目前为止理论上不会 为什么 看美国的态度就知道了 美国并没有升高 他相关的核子战备 所以理论上还不会 但我说的是 如果继续下去的话 好 为什么说第一阶段的谈判是假 第一阶段的谈判 不过是两边在白俄罗斯坐下来 你讲你的 我讲我的 对 就是马英九说的 九二共识 没有共识 各说各的 各说各的 没有共识 回去再谈 回去再谈 至少好像表面上 替国际争取到 至少一到两天的 波兰跟白俄罗斯交界的地方 再谈第二次 第二轮谈判 两边 两边都是高姿态 普丁要的是什么 马克宏 不要被第二次又耍了 已经被耍了一次了 法国总统 第二次跟普丁电话里面 普丁提出来很简单 非军事化 然后第二个承认克里米亚 第三个什么纳粹 去纳粹 去什么纳粹化 纳粹最纳粹人 不是普丁吗 乌克兰有纳粹化吗 我告诉各位 事实上他真正的目的 不是这个了 他真正的目的 事实上要 顿内刺客跟卢干士客 这两个变成独立的王国 事实上变成他傀儡的王国 领土变他的了 非军事化如果同意的话 那乌克兰就投降就好了 整个就变成俄罗斯 全部都进来 然后军事接管 变成这个样子 他怎么可能同意 所以大家都喊很高 那乌克兰当然也喊更高 乌克兰说 你立刻给我修兵 然后给我滚出去 然后克里米亚还我 不可能嘛 不可能 所以大家谈第二段 然后普丁用的特例就是 他因为第一阶段 孤军深入太过骄傲 最后油料弹药跟燃料 都补给不了 如果你看那个64公里的 昨天才做5公里 64公里的相关包围圈 你知道都是什么吗 是什么 都是油料跟弹药 相关的补给车 你仔细看 那个卫星 那国际上卫星的照片 对不对 绝大部分油料弹药 相关的这个补给车 所以这次他要包围 包括第一大城基辅 是完整的 而且告诉各位 他已经把基辅团团围住了 所以昨天乌克兰政府 已经说了 基辅现在出不来 军民都出不来 所以俄罗斯的国防部 立刻下命说 网开一面 让那个人民可以离开 你知道这代表什么吗 代表如果一旦谈判破裂的话 这一面立刻封 我已经给你机会 人民离开了 你再不离开 对不对 封起来 我就狂轰乱炸 他现在在第二大城 哈尔喀夫的火箭炮 已经打了 对 火箭炮的杀伤力非常大 直接整个出来的话 整屁都都去 都轰炸住宅区 对 他已经不管了 之前还说大军事地点 对 但是他的这个 相关的巡运飞弹 告诉我们 没那么准 你才会看到落在这个大楼上面 落在这个 还有其中一个 乌克兰的小妹妹 不是骑了脚踏车 就落在马路上 把他给炸死吗 他的巡迹飞弹没那么准 但问题是他再来不管了 他350颗的巡迹飞弹 精准打击已经过去了 他再来就会狂风猛炸 他会屠杀 你知道吗 所以再来在基辅 可能会屠杀首都吗 就是屠杀 我告诉各位 就会变成屠杀的现象 不过那么国际上因为这个乌克兰的英勇抵抗 所以国际上的资源越来越多 国际的援助也进来了 变相 我其实不太相信 我其实不太相信 只靠单纯的乌克兰的民兵 跟这个所谓政府军 可以挡得下来 俄罗斯的攻击 里面应该有很多 我们国际上不知道的事情 可能有很多 事实上之前 在2014年克里米亚战争的以后 美国跟英国的特种部队都进去里面交 所以他里面除了俄罗斯的部队 这武器之外呢 还有很多是这个等于说 包括除了很多这个美国的部队之外 还有很多这个英国的特种部队 在训练他嘛 美式的武器也在里面 这一次 那么人我用很简单的方式讲完 这一次事实上呢 那么源源不断的资源过去 对不对 所以呢包括标枪飞弹 大家等一下会谈那个标枪飞弹啊 会谈吃针飞弹啊等等了 现在包括波兰在内 还好在乌西靠波兰斯洛伐克这些 还可以源源不断的运进去 现在几乎都已经运进去了 社会各界世界各国 所有的资源都已经运进去了 这个对这个等于说 强化乌克兰的这个抵抗是很棒的 但是随着谈判拖时间 他现在正在准备 准备完毕了以后呢 那俄罗斯就会吹鼓拉朽 重装备 全部狂轰这两个大都市 是好在瑞哥研判啊 其实乌克兰的情势依然是岌岌可危 首都基辅依然有可能是被这个 俄罗斯锁定包围 并且有可能进行屠城 这对于这个 这个泽连斯基总统来讲 是一个非常大的危机 但是回过头来 我们也要来看 那俄军既然他们的这个车队 绵延64公里 都可以让美国的卫星拍到 并且这个预估 那有没有可能也是会受到攻击呢 来国民兄 怎么样看 卫星都能拍到了 那俄罗斯的军队 等于是暴露在这个卫星底下吗 难道就不会遭受攻击吗 再来这个俄罗斯使用的 所谓的真空弹等等 那真的是国际所经用 普廷真的已经到了 不择手段的地步了吗 我们先讲几个概念 第一个所谓的 64公里是什么概念 我们一连的战车连 大概14辆 那一个营的战车 大概42到45辆 那通常一公里的话 大概是一个战车连的一个重队 如果说有64公里这么长 那没有错 就大概是后面的补宝之重后勤 但要饮水食物 那我们讲到后勤 都要想一个概念 说之前西方智库有评估 这个包围的乌克兰的军队 总共大概17天完 那可能是逼近20万 好 那我们现在想一个问题 军队一个人一天要吃三餐 一天假设20万 20万人军队 一天就要吃60万 60万个便当 假设这样 那10天呢 600万个便当 我们可以这样讲说 养一个战斗兵 但是他后面的金字塔 就变成一个金杀 后面很多人在支撑 包含油料弹料 甚至还有补给保修 那我们可以看到一些 现在网继网论方法来 我们看到 怎么俄罗斯的战车 假车怎么停在跳战加油 或是说俄罗斯的市民 怎么跑去便利店去买食物 这个是你们吃不够还是用不够 然后甚至呢 还有说 战甲车辆仪器在路边 被那个农民用拖拉机拖回去 你们的战 我们这个叫所谓战场维修 就是战场优修 车辆故障没有错 你们这个装甲中队 怎么没有那种维修的能力 把它拖回再使用 我们回到说 这个城镇在为什么都难打 因为 你知道摊开世界地图来看 其实基辅人口200多万 那卡尔可夫100多万 那你真的要把 这种人民当作一个 武装部队分子来对待 说真的 你会考虑再三 俄罗斯他们自己自顾有评估说 你们真的要拿下乌克兰吗 那万一你真的拿下乌冬 对 拿下乌冬之后 会不会有人像 1996年1996年之后的车程 然后他们变成爱国之士 然后去年的莫斯科大城市 放个炸弹 搞个恐怖分攻击 是非常有可能 所以他们也会怕 国民兄你刚才提到问题 就是俄罗斯的士兵 跑去乌克兰当中 你不管是可能油料不够 等会跑去便利商店 大家都增加被攻击的风险 被攻击的风险 而且你会看那个影片看到 好像很轻松去交易 其实不对 你要必须你进入敌境 必须假设说 这个便利商店 可能对你有敌意 那可能是社府 或是通知后面的军队 来逮捕你 或攻击你不一样 所以你要进去的时候 其实你要非常小心 你必须把每个人 都当作敌军来看待 看他说 怎么一副轻松的样子 那后面我们才验证说 搞不好是真的 俄罗斯的国防部 真的没有跟你们讲实话 说你们可能去演习 或是说激动就回来了 对 还有一点就是说 为什么这些车辆会遗弃在那边 是真的没有有呢 还是说士兵厌战逃兵 乌国大使指控 俄罗斯使用那个 什么战争武器 急速飞弹 跟什么真空弹 那个杀伤力是有多可怕的 其实我们要这样讲 其实一般的炸弹 比如说爆炸之后 其实爆炸威力越大的话 其实你可以想到 在爆炸的瞬间 其实周遭的空气就没有了 就没有了 比如说 就算500磅炸弹一样 就丢下来 周遭的空气 基本上大家呼吸不到空气 那越重磅的灾弹 当然它的杀箱范围越大 普丁说 他要加强核子武器部队的等级 那第二个说 他又用所谓 真空灾弹 然后第三个 他是说 这个64公里摆在那边 这个是所谓的打宣传战 因为没有人 摆着64公里的纵队 然后等着人家打 因为就算美国拍到的话 就算美国不打 他会把相关的情报资料给 乌克兰 然后就说你们去打 然后我给你标枪飞弹 然后你要什么 我给你什么 美国他有能力 不管是派无人机 或者说影像卫星 可以随时监控在 所谓的乌克兰地区 然后把相关的情资 透露给乌克兰军方 是的确 现代的战争 那因为科技的发达 所以特别是 已经是2020年 资讯是非常的流通 也非常的快速 那现在西方媒体也报道了 英国的泰晤士报就说 普丁还要雇用400名杀人机器 随时要暗杀掉乌克兰总统 泽连斯基 还有23名官员 来问问怎么看 显然战争是完全不择手段的 连对方的总统 也要想尽办法 要去暗杀 我想最主要是这一场战争 俄罗斯现在目前看起来 是有点出事不利的 从这场战争 我们刚开始看的时候 你说俄罗斯苏联 你自己有90万的大军 光跑到乌克兰 你就投下了快20万的一个大军 打了这几天以后 本来是说明天3月2号 他要去来宣布说 我赢了我战胜了 结果你现在看看 美国把你给拍出来以后 64公里的 这一些战车的一个绵延 这样的一个队伍 放在那个地方 其实美国是在告诉你 俄罗斯跟你讲说 你的一举一动 我全部都知道 那你现在对俄罗斯来讲的话 他现在进退两难 部队开进去了 你现在叫他退 似乎好像他脸上无光 可是你继续把他攻进去的话 他也必须要很清楚 你现在普廷你说 我雇用400个杀人机器 然后就去暗杀 把你的总统给干掉 把你的总理也给干掉 一下子就没了 但重点是 你也必须要去想到一点 这个一个4000多万的一个国家 你今天来了一个20万大军 你攻不下 你说我派出400个人 杀人机器去就好了 有这么好颠覆吗 现在国际上都一直在看 说普丁这一场战争 你发动这样的一个战争以后 大家觉得你的道理在什么地方 你只是去把他看 他到现在来看的话 花了多少钱 那你说要把他打下来 可是现在不是 你去打的基辅 大家认为你是要把这个国家 给攻下来 用部队把你给包围住 让你去投降 可是现在你连哈尔克夫 你都去给人家打 你这个地方并不是一个军事重镇 你投下去的东西 你那个炸弹投下去的 就是到人家的一个住宅区 这个会引起全世界的一个公分 你到你俄罗斯的部队 把他开到乌克兰 你在人家第二大城里面 你这样大肆的去轰炸 如果那些尸体传达到全世界去 你看那么多国家 不管是丹麦 瑞典 尤其是连永久的中立国 瑞士都告诉你说 我放弃了 我不要了 大家都要来制裁了 本来过去大家看到每一场战争 一发动以后 大家都断交 现在都不用断交了 现在这种断交 政治上他认为没有意义 没有意义 我就从财政 我就从金融 我就从人不让你去 东西不让你买 贸易 门全部都管起来 也不卖给你 也不能卖 现在变成美国在制裁 俄罗斯 全世界这么多国家去跟进 连我们台湾都要跟进 这个杀伤力多恐怖 把你这个整个世界上 清算的一个银行 全部把你俄罗斯 你这个央行排除在外 其他的东西 不能向俄罗斯买 东西不能卖到俄罗斯去 过去的俄罗斯是讲说 你欧盟 一下子你就犯了 天然气 石油 尤其天然气 天气这么能 全部要靠我俄罗斯 受制俄罗斯 结果好像现在这支欧盟 让俄罗斯知道说 这支为什么都不吃我这一套 所以你去考察看 这一次的谈判里面 当然无疾而终 乌克兰派出去的 这个谈判的一个 这个整个高层 你去把它看 你今天俄罗斯 你提出来这些道理 哪有道理 你说乌克兰 你全部搞我非军事化 像话嘛 就等于要人家投降 就你简直就是这样 人家一个四千多万的 一个国家 你告诉人家说 你全部都不能给我武装 那克里米亚 那个以前就是 虽然以前是你的 可是是送给你的 还给我现在是我俄罗斯的 他那个指控 乌克兰是纳粹话 是让笑掉全世界的一个大牙 发动战争的是他 今天乌克兰是很 我倒觉得是蛮卑微 他就认为说你撤军 你部队来的撤军 这是最基本卑微的要求 你停火啦 撤军啦 然后呢 我现在也不要说白约了 我来跟欧盟就好了 我反而认为说 乌克兰他的这个身段 放得很低 可是两厢去做比较的时候 俄罗斯的作为在全世界 他必定引起公愤 真正到最后最大的一个输家 普丁赢不到哪里去 是 为什么你说现在狠话放尽 我要启动核武的部队 只有你有核武 还有两个启示 一个就是没有实力的话 一切免谈 你要跟我们要跟中国 要谈和平的第一个原则 我们要有坚实的国防 所以这就是完全符合 现实主义的看法 没有拳头一切免谈 第二个任何的协议 都是不可靠的